春雨无法解除中南部的干旱 也造成部分区域接断限水 如今时序即将迈入5月梅雨季 气象局今天也发布了梅雨季气象展望 预估梅雨封面会在5月的下旬到6月上旬 这段时间才会到来 到时候长时间降雨才渴望为中南部带来雨时 阳光露脸迎接好天气 民众可以把握这两天的太阳 因为周六晚间起又有封面来袭 届时北台湾再次转凉 而中部以北东半部也将整为游雨天气 迈入5月梅雨季节 气象局发布梅雨季的气象展望 根据今年的梅雨指标预测 在5月下旬到6月初 有机会建立假季季风环流形态 5月雨量属于正常到偏少到6月才可能回归正常 西南风上来才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降雨 过去20年长时间下雨的时间 6月逐渐的往后沿的这种情况 气象局强调梅雨季的降雨主要考量 是西南季风跟北边封面的配合时机 回顾今年2到4月平均气温偏暖 春季雨量也偏少 统计是一个平地站 2到4月的累积雨量只有160.9毫米 卫达气候值的6成也创下了1951年以来第四少 这边是气泉 这边是反气泉的巨瓶 所以造成了台湾附近东风相对的也比较长 反气泉相对于来讲 天气是比较稳定的比较干燥的 干燥的气流带到台湾来 变成一个少雨的这种情况 想要缓解南部汉象还得等到6月 可能有机会 就判届时雨神降临 挤住中南部水库 这里是于与台北采访报道 有点赞表 最后 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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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